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今天裁定必须限制取得堕胎药物美孚陪同 但这项裁决将暂时搁置 但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本案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 这项由纽阿尔良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何议庭所做裁决 会限制只能在怀孕7周内使用堕胎药美孚陪同 而非十周并阻止透过邮寄方式发放药物 这项裁决也要求美孚陪同需由医师看离处方 美国超过半数的堕胎行为都是使用这款药物 反堕胎团体正在争取禁用美孚陪同 声称尽管这款堕胎药有长期的追踪记录 但它仍不安全 这起案件是美国生殖权之战的最小冲突 FDA于2000年批准这款药物 而在2016年让这款药物更容易取得 上诉法院表示食药局未能解决关于这款药物 对于服用它的女性是否安全的极像重要疑虑 这三位法官在5月的听证会上反驳了政府所主张 即是否云于使用美孚陪同应由食药局来决定的论点 最高法院暂时保留了美孚陪同的使用权 冻结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并发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最新决定 想暂时搁置 直到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此案 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接下来 从今年10月份开始到明年的6月结束的停期审理本案 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透过声明表示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结果一旦成立 会大幅降低各种女性所取得的医疗照护的能力 并破坏是要举批准安全有效药物 举科学性基于证据的程序 尚皮耶表示 白农政府将持续争取女性对自己身体做决定的自由 感谢观看